大家好 今天早上過早了 把大家找上來 我們早起了腦有蟲子 今天早上大家來到這裡聚會 我們在做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那剛剛我們聽完我們紅會長的說明 我們要不要一起動起來 要 要不要 就是小聲 比較大聲好不好 要不要 要 要有點精神 怎樣起來叫有精神 那剛剛我們紅會長整個過程裡面在告訴我們 我們這場活動 在這裡有一點像士師大會 士師大會的你跟我們跟大家說 我們要出發了 我們準備開始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正在準備喔 沒問題的 現在就要說準備好了 回去 今天回去之後 大家把親朋好友說說的 叫叫的 大家一起來 食安問題是我們的問題 是我們下一輩子 我們的 我們小孩 我們的家人 都會影響到 包含我們吃的 用的都是一樣 哪有時候說食安 食安 其實我們只有食安而已嗎? 還有好多毒都還沒有被發現 還有好多問題還藏在我們生活中 都沒有被發掘 食安只是我們現在抱的第一個嚴重的問題 後面除了食安我相信 還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非常多 我們人民長期處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 吃不安全的東西 我們想不生病都很難 跟大家說喔 你看我三圖三圖啊 我小孩喔 小時候出生的時候就瘦瘦的 然後養著大 我常常跟我媽開玩笑 我如果提早三十年出生 我的名字可能就叫做啥? 是瘦瘦啊 是瘦瘦啊 所以我如果提早三十年出生 我應該叫瘦瘦瘦瘦啊 之後全身上每天都在灌藥 吃各種的藥品 所以在我接觸排毒協會之前 我是一個很容易感冒的小孩 一年感冒四次 每次感冒要兩個禮拜到四個禮拜才會好 每次感冒都無聲 都失聲 身體非常的糟 那後來呢 因為在整個狀況 身體非常的不好的狀況之下 我開始認識了我們公文理事長 一同在學習 如何靠天然排毒的方式 來追求自己的健康 那他健康是要靠別人還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最好對不對 把人都挖到口 像我們相信品牌就被品牌騙了 要相信自己 自己學習如何養生如何健康 我不是學醫的 可是呢我一路堅持 這幾年來我在學排毒 所以從以前我一年 大概有一半的時間都處於感冒狀態 身體都非常的不好 可是從我接觸排毒之後 我就開始減少用藥 開始學習如何養生 那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我這個將近六七年來沒有吃過一顆藥底 一顆藥都沒吃過 那當然就是教大家一定不能吃藥 藥是用在我們高院長的高醫師站 是用在幾時 可是我只是在跟各位分享 其實我們運用天然安全的方式 還是可以把自己的健康找回來 所以你要相信我們自己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可以幫助我們 只要你相信他 給他對的方式 他就有機會 他就有機會回到健康的一個狀態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口腔跟呼吸排毒 他說這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要排毒的東西非常的多 從我們接觸排毒協會之後 很多人都在問我們 排毒、排毒 到底排什麼毒 毒在哪裡 現在大家知道道理對嗎 應該都知道了 現在開始 我們好多毒都在我們身上 我們發現這一路過來這幾年 非常多的毒的毒物是兼肢出現 那那麼毒都累積在我們身上 我們來不及排 所以我們在排毒協會 第一個要排毒之前 我們先學會必毒 就減少毒的攝取 所以我們才要做一個什麼 產品、安全跟機制 我們先要必毒、先少毒 才能再來做一個解毒的動作 不然你毒一直進來來不及 我們目前人身上都有很多的毒素 循環也不好 所以我們先學會必毒 之後再來做排毒 這幾年我們接觸很多的一個食安 或者是產品安全的問題 零星是大家最頭痛的 現在炒得最大的 可是其實不只他們 從幾年前排毒協會要成立的時候 就有一個塑化劑事件 讓我們知道原來我們已經變塑膠人了 吃了30年左右的塑化劑 那塑化劑對我們人體也影響非常的大 除了塑化劑是在我們生活用品裡面 清潔用品各種用品裡面 都包含了各種的化學成分 因為那是最簡單、最快又最便宜 原物料最便宜 所以這些原物料跟這些問題 長期都在毒害我們的健康 一直在傷害我們 所以現在心血管問題的人多不多? 很多 很多齁 我會來每天都在跑步、在運動 可是一樣心率不整、心肌梗塞、心臟入體 非常的多 那我也接觸很多人在告訴我 我很養生啊 我每天早上做運動 我還練氣功 之後我還吃素 可是最後我可能還是心率不整 我還是有心臟病 我還是要搞吃假 很多問題其實不是單因元素 我們在這幾年下來 我們發現其實各種毒 從我們吃的、喝的、用的 包含我們現在呼吸的空氣 都可能在傷害我們的健康 這麼毒的環境 政府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好像罵政府 好像想罵 大家已經在電視上罵非常多了 那我們現在罵了也沒用 所以我們乾脆要幹嘛? 自己站起來對不對? 自己來把這些 我們不要讓政府每次都等到事情發生了 政府才說我們該怎麼做 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可能已經多吃了十年、二十年的一個毒了 那我們每天除了我們生活中接觸那麼多毒之外 各位知道每天各位都在吃藥跟吃毒嗎? 怎樣喔? 有在吃藥的舉手 有沒有齁? 有吸毒的舉手 大家都不敢講 我沒有吸毒、我沒有吃藥、溫養生 以前曾幾何時 我也很想的告訴大家 我沒有吃藥、我沒有吸毒 可是從慢慢了解我們生活中的毒素之後 我不敢講 我不敢說我沒有吃藥、我不敢說我沒有吸毒 我只能跟大家講 我不吃藥定 可是我不敢吃 跟各位講 我一定沒吃到藥 因為藥的定義非常多注重 所以有時候我們是民眾不知道 或是知道了我沒辦法克服 所以我們才需要各種的產品分析詞 來告訴大家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算要花錢也要花在對的地方 不是買品牌 而是買安全好不好? 那我們吃的、喝的、用的都非常的安全 在居家生活裡面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口腸跟呼吸 首先在口腸裡面喔 剛剛大家都說你們都沒有吃藥、都沒有吸毒 那我請問各位 今天早上有刷牙的 請舉個手好嗎? 這邊有沒有不刷牙? 快沒了喔 刷牙 各位刷牙 我們可能都會用到牙膏跟什麼? 漱口水 就算各位不用 你家的小孩用不用? 不用 知道人開始不用了 可是不知道人多不多 有 有 新聞媒體每天都在報 可是很多人都問我一個問題 他有毒 為什麼政府會讓他合法的媽賣呢? 為什麼? 政府不知道 政府不知道 督著眼睛不看 就像我們的毒油是不是吃了很多年 他是不是放在架下 還賣得挺好的 好 那所以我們再告訴大家 其實像三綠紗在牙膏裡面常常放的一種抗菌劑 政府的所謂符合政府規範 大家常常被這句話騙了 符合政府的一個規範要求 合格標準是3000的PPM 他就合格了 可是各位 在水裡面我們只要加0.03的PPM 水中的植物、生物通通死光光 那請問我們的細胞會死? 會 生物都死了 我們細胞不會受到影響嗎? 可是政府的標準 政府的標準 政府的標準 政府的標準是10萬倍 10萬倍 可是10萬倍的標準 才是他們合格標準 可是其實人民的細胞 我們民眾的細胞 沒有辦法介紹那麼高的一個濃度 對我們的殘害 所以我們每天早上 其實各位即便你沒有 我相信你的青銅好友 很多人每天早晚都在 像嗎? 吸毒 對 每天早晚都在吸毒 所以從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開始不敢用很多東西了 那我想家裡的很多的清潔用品 包含一些牙膏、牙刷 都是我們家裡的媽媽在購買對不對 媽媽都很用心的在商場上去挑選 可是左挑、右挑 上挑、下挑 怎麼挑都很難挑出這個範圍 很多都有化學藥期 那這些東西都帶回家裡 讓我們的小孩 讓我們家人來使用 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小朋友裡面 口腔癌最小的年紀是幾歲嗎? 知道嗎? 用看看 3歲 還有嗎? 9歲 口腔癌 9歲 有沒有 18歲 6歲 差不多 6歲到7歲 這樣是7歲 口腔癌 目前知道的啦 那有些可能不太知道的 目前證實了7歲就得口腔癌了 所以現在癌症已經往下 幹嘛? 扎根 所以這個毒是我們每天 我們不知道 其實不知者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怪罪所有的家長 所以我們排毒邪癌要站出來 就是要告訴大家 什麼東西有毒 什麼東西減少使用 不要再傷害我們自己 跟傷害我們的家人了 因為這些東西 放在口中的這些清潔用品 裡面都含了各種的化學藥劑 都會透過我們的舌下吸收 舌下 各位知道舌下會吸收藥品嗎? 就這樣吼 來那個高血壓用藥是在哪裡 放在哪裡? 舌下 對 還有像那些心臟病用 心腳痛 都放在舌下 所以舌下吸收速度是很快 快速可以達到我們血液 那除了舌下之外 還有一種叫 我們之前都注意到吃的 它一種叫吸入性的 吸入性的東西 也會傷害到我們的人體 所以不管用舌下在口腔裡面 或者是用吸入 它都可以直接進入到我們的血液 在我們全身上下循環 它比用吃的吃到我們肚子裡面 還要快 還要更恐怖 所以我們排毒協會 在手部的部分在推動的就是 我們如何保護自己 第一關就要先做到口腔 跟我們的呼吸的一個排毒 口腔排毒跟呼吸排毒 是我們排毒協會在推廣的第一步 因為那是每天早上一醒來 我們要不要呼吸 要 早上起來要不要刷牙 要 可是我們也可能透過呼吸的過程 刷牙過程都開始接觸很多的毒性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為什麼每天早上起來 我們從刷牙開始 從呼吸開始 就接觸那麼多的一個毒性 我們的空氣到底什麼了 最近應該新聞報道開始會怪 先看冬天了嘛 北方的風是會吹下來 對 那大陸有什麼 最有贏的是什麼 霧霾 霧霧霧霧霧霧 霧霧這些東西就是很多的化學物質 都藏在我們的空氣裡面了 那這個圖外上是放大的霧霧霧體 這些東西長得很恐怖的東西 它通過我們呼吸 都進到我們的肺部裡面來傷害我們 所以現在的人呼吸系統都不好 沒幾個好的 那他可能不抽煙不喝酒 可是他的肺卻不好 呼吸系統卻不好 我常常再看一下 這裡兩個肺 一個白的跟一個黑的 來覺得自己是這一顆的 舉個手好嗎 很有信心的舉個手 還不錯不錯不錯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來 覺得自己有可能這一顆的有沒有 沒有 以前我都永遠知道 我覺得我自己是這一顆 後來發現空氣那麼糟之後 我就開始懷疑 我是這一顆還是靠近這裡了 因為現在的空氣環境真的很糟糕 那各位這一個大家應該都認識他 非常有名 他非常的養生 也非常的健康 可是我們的奉聖丹小姐 他老公跟他都是肺部疾病 一個是肺腺癌 一個是肺癌 而且很快速的把他們帶走了 他們是一個非常養生的人 那所以我常常想說養生 養生我們吃的東西跟用的東西之外 我們的環境到底怎麼了 大家必須想不是單純的吃的問題 我們要考慮到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空氣 我們的所用的東西到底怎麼了 那這些空氣汙染可能都會傷害我們的健康 除了肺癌跟肺腺癌之幾年一支暴增之外 我們器材的人多不多 家裡小朋友家裡有器材的人 舉個手嗎 現在比較少 現在這裡的人可能都不在養生 還有再來就是 過敏性畢業人也非常的多 在台灣比例非常的高 特別是現在的小朋友 我之前在去學校去上課 我在調資料的時候 他在新聞上是說 60%以上的小朋友 都市小孩都有過敏的問題 可是當我到了國小去上課之後 才發現學校的老師跟家長告訴我說 老師你的數字錯了 我說哪裡錯了 他說絕對不可能是60% 應該有80到90% 因為他幾乎全班都有過敏了 只是嚴重跟不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整個大環境都改變了 所以整個呼吸系統 從我們吃的喝的用的洗的 其實都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真的都變了 所以我們台獨協會 是來推廣一個改變 來改變了 改變大家 改變各位的習慣 讓大家想一想 我們的生活習慣 是不是要該改變了 有些東西我們接觸了 可是我們都沒有去注意到它 每年在大小時候 各位都會洗排油煙機對不對 可是你們的肺洗不洗 因為洗不到對不對 你再讓它洗 洗得到 其實是有方法去協助它進化的 那我們要教的就是方法 我們的透印機都在洗 可是我們的鼻子 我們的肺卻洗不到 沒辦法洗 大家也不知道怎麼洗 所以排毒協會在推廣的 口腔排毒跟呼吸排毒 就在教大家如何 如何減少毒的一個接觸 再來如何排除這些毒素 好 那那麼多毒我們該怎麼辦呢 要怎樣 要怎樣 怎麼辦 蛤 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辦 不知道 你有選擇權 我們現在這一處的各位 當我們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排毒協會就想要來告訴大家 請你們加入我們 讓我們告訴你們 我們有非常多的醫師專家 在我們排毒協會 來告訴各位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的環境變了 我們吃的用的喝的 跟我們的洗的空氣都變了 我們還要繼續維持 原來的生活方式嗎 要不要繼續喔 要排毒喔 要 要來排毒喔 要來排毒那怎麼辦 所以要加入協會 所以要加入協會 那只有在場各位 這種霸華人來加入 夠不夠 夠 那我們要找誰加入 比較大聲要隨便來 親同好友對不對 如果你愛你的親人 愛你的朋友 就把他們邀請進來 加入我們排毒協會 成為我們的守護 健康守護天使 我們一起來學習改變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把我們的親同好友通通找進來 我們的目的就是 改變我們自己之外 我們還要改變誰 親同好友 親同好友 如果我們愛他們 請勇敢的告訴他們 加入排毒協會 一起來學習健康 一起來學習如何自我保護 一起來跟政府 告訴政府我們要什麼 好 產品安全分極致 我們一起來做 這樣我們要一步一步的 把這些事情做下去 我們除了剛剛提到的這些之外 後面等一下我們的趙老師 會跟大家說到排毒協會 也會推廣各種的教育培訓課程 來教大家如何口腔排毒 如何呼吸到排毒 我們需要更多的老師 更多的講師到各個邻里 到各個社區去告訴大家 如何排毒如何自我保健 邀請大家共同加入我們 希望大家一起成為我們健康熟 對的天使好嗎 好 所以從今天開始走出這個門 我希望由衷地希望大家 可以從自己開始去號召大家 我們開始減少用藥 減少接觸這些化學毒素 來學習自我療癒自我保護 身體是自己的 家人也是自己的 健康靠自己愛家人 也要從我們開始守護他們 守護他們的健康 各位今天只是一個什麼 開始 今天的第一步我們走出來了 後面的更多步我們希望 我相信我們執行黨 我們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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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希望各位協助我們 把這個步伐賣出去 告訴大家 我們要守護台灣人的什麼健康 就從我們現在在場在座的兩百多位 開始出發好不好 好 有夠嗎 有夠嗎 大家都有夠嗎 好齁 我們都做紀錄了 做紀錄 從這個門走出去之後 麻煩請各位碰到的人就告訴他們 請加入守護天使的行列 守護台灣 守護自己 守護家人 好不好 好 好 感謝各位今天 聽我拉拉扎說這麼多 只希望要請大家 一起加入台育協會 一起學習自我保護 學習將自己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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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下來我們頒獎 好 我們